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困境中的依靠 有一篇文章说到 知名电影阿甘正传的演员之一 盖瑞·辛尼茲 公开了在今年1月离世的 33岁儿子迈克 生前的抗癌经历 迈克因着罹患罕见癌症 疾所流 在与病魔艰苦搏斗多年后 最终回到天家 盖瑞说到 我的孩子迈克 热爱他的信仰 在他遇到病痛艰难的过程中 信仰是支撑他的力量 我在他身上真实看见 这份信仰如何帮助他 度过与癌症对抗的时光 盖瑞接着说 迈克虽然面临脊椎手术 和无数次回诊 但他依然勇敢地为生命而奋斗 他在养病期间 专心祈祷 写日记 还重新开始他过去 未完成的音乐创作 在他去世的前两个月 他甚至回到录音室 录制了更多音乐 还制作成一张专辑 并透过专辑销售所得的获利 帮助了部队和退伍的军人们 而完成这张专辑是迈克人生的最终目标之一 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快乐的 对我们家人来说 这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而他也在儿子对抗病魔的战斗中 看见了信仰在当中 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这使他的视野完全改观 他开始透过儿子的见证故事 并且成立基金会 期待帮助其他的病友 可以免受自己所经历过的痛苦和磨难 亲爱的朋友 当危难时刻领导 什么才是你的依靠呢 故事中的迈克在对抗病魔时 信仰成为了他真实的帮助 他透过持续坚定的祈祷 上帝便赐给他的力量 使他有机会与朋友重拾音乐创作 不但完成自己的梦想 更透过音乐延续了迈克爱人的心智 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美好祝福 原来因着上帝连咒诅 都可以化为祝福 在圣经中有一段话说到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 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原来上帝是我们随时的依靠 当你面对生活中许多的艰难 不要恐惧 也不要忧虑 只要让上帝介入你的处境 让上帝的良善与恩惠来帮助你 你就有办法胜过一切 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开口祷告 向上帝说出你需要的帮助 把你突破不了的 你所不能承受的 借着跟上帝诉说 带到上帝面前 家的朋友 你不是一个人 你可以不用独自面对生命的艰难 因为上帝是你天上的父亲 上帝愿意陪伴你走过人生的高山与低谷 或许过去的你只能依靠自己 但如果你已经走不下去了 或是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邀请你一起来接受 这位全能的上帝吧 只要你开口邀请他来到你的生命中 上帝的爱就要带领你 胜过一切的痛苦与艰难 上帝的全能也要改变环境 甚至将看似绝望的咒诅 化为祝福 使你的生命有个极大的翻转 能够活出丰盛有余的一生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主持的早安EasyGo节目直播 全国广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凌凉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感谢观看 好家庭联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